而在国内政府也一直强调要节能减碳要环保救国 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明确的法源依据 想要要求企业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真的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像是排放大户台电就表示 为了反应减碳的成本 未来电费恐怕是涨定了 马总统就指两周年喊出环保救国 节能减碳一定要做 不过要求企业减碳 关键的温室气体减量法 还在立法院过不了关 只是减碳的准备工作不能等 环保署推出了最新的温室气体减量交易平台 以后企业自己努力 还是减不到被要求的量 就可以透过这个平台用买的来抵减 还是差一些 他就可能就会上我们的平台 看看哪个单位可以卖碳给他 那这是自愿去做碳中和 没有法源依据整个交易机制 只停留在企业自愿登陆的阶段 不过从总统马英九的承诺来看 2020年碳排放要减到2005年 那就代表要从4亿6千万公吨 降到2亿6千万公吨 至少要减45% 这么庞大的量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减碳成本势必大大增加 台电不会延 这样下去电费恐怕是涨定了 我们从事碳交易或是经营碳权 所发的成本也变成我们发电的一个重要的成本 不可避免可能都会反映在电加上 目前国内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 依次是台电 台速集团以及中钢 为了减碳的压力沉重 台电表示除了去年因为金融海啸 让国内用电量减少 碳排放跟着下降 今年经济转好 用电量又增加了8% 如果持续追求经济成长 碳排放值会越来越多 减碳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最后就是转嫁到使用者身上 记者林金白秋福才台北报道